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实上之前我和姜哥拍了很多集 姜哥说的内容都十分清楚 特别是她之前提到 例如在旅游界的江湖地位 姜哥提到这个江湖地位 是不是近年好像跌了一跌 其实江湖地位有什么江湖地位 不过在香港你对这个行业 首先有没有生意 我生意也算是觉得很好的生意 另外来说你做的事有没有力量 有没有心理做 那别人同行里面应不认同到你究竟有没有辈分 是别人认同的 那我自己自问来说我都应该有辈分 就是说你的名字出来的人 基本上除了立法局的功能组别 旅游界的功能组别的选举之外 基本上在旅游界里面 例如旅游议会 或者总之界别里面有很多选举 如果有人要候选人 找到我来帮他做拉票 其实这么多年都应该没有谁输过 这个选举本身比较荒谬 不过我说的是邓外话 我记得香港的旅游业 其实在以往都相当之蓬勃 尤其是在八九十年代 我们做记者 九七年时 我们亲眼看见是高峰 但当时我们已经深知 过了这个高峰 已经危机都很大 果然不久我们见到琴流感 一波当时已经搞定了 当时有很多日本人来香港 所以姜哥 八九十年代 日本真是很辉煌 来香港真是去到游游区 例如山顶、淺水湾、尖沙咀 全都是日本人 他们消费又高 虽然量很大 但不会影响使用 去到哪里都受欢迎 因为他们很有礼貌 很干净 很规矩 所以就不会像现在 近几年 国内的游客来香港 去到哪里都被人神憎鬼险 那些不可以称为游客 我们都不用这个名字了 但当时我们做新闻 最记得第一波打残 就是琴流感 最大祸就是沙士 2003年 那时你脱离了这行吗 1997年我就正式离开了 所以那个波浪对我 就打不到我 但是我就 有一次奋斗篇 我说过 我旅行的 我亏了很多钱 我连房子都按出粮 所以已经97年 沙士应该是2003年 我就不关这件事 但是就不关事 我中学毕业 就已经入这行做旅行社做了 我做年轻 跟着慢慢捱了 做经理 慢慢后来就开一间公司 只有两三个人 后来慢慢做大他 那始终有情义结 就是一个旅行业 离开了 但是有情义结 都觉得好像 希望他会兴旺 但是很可惜 在沙士的时候见到 全香港一挟不振 尤其是我曾经试过 好像在尖沙咀 约了朋友喝咖啡 在沙咀酒店 现在叫做浪亭酒店 北京一号旁边一间 都是五星级 我和朋友去到酒店 咖啡店没有开门 那奇怪 五星级酒店 咖啡店没有开门 因为我跟酒店很熟 那我就问他们 姜先生不好意思 整间酒店没有客 那我见到很惊讶 我也经验过一件事 当时我特意去半岛 半岛他就不会不开门 但是整间酒店是没有人的 我想看 房间是没有开门的 日本酒店你说的问题 那天我喝完咖啡 不是 我喝不到 没有开门 我知道之后 我很惊喜 接着我就打听 原来半岛酒店 全间酒店 只有一间房 这是香港开门以来没试过的 我见到这样的情况 我回到公司 坐着想去旅行业 做一些事情 大家不知有没有记得 当年的维港巨星会 那个主 卢维斯 是 米奇老鼠 其实维港巨星会 整个计划 是我想出来的 当然 当时大家出了街 看到维港巨星会 已经是一个很小的部分 我当时想起的时候 我那部分去大厦 话说就是 我想着想着 因为我打光玉呼球 在球队里面 会长曾志偉 曾志偉 曾志偉和我的好朋友 我就找他聊天 我有个酒店喝咖啡 志偉 我当时不知道是看新闻 还是看什么 我看到美国有个演唱会 叫做Wistok 胡思托音乐会 胡思托音乐会 那这个不是那时候 胡思托音乐会 1969年 那时候我看到 这个挺好 如果将这个代入香港 譬如香港搞一个这样的事情 挺好 譬如我跟曾志偉说 如果旅游要这么困难 如果搞个好像胡思托音乐会 当然我娱乐圈的关系 跟你真的没得比 为香港旅游的话 你可不可以帮忙做些事情 他是好人的 不怕说 曾志偉这个人是挺有意气 很热心的 这个真事 他就说 石姜 如果真的要搞一个很热心的 香港演艺人那方面交给我 那我就说 我希望 如果有你这句话就可以了 我就进行了 那我的计划 在每一年 某一个月份 一个礼拜 希望一个淡季 就搞个叫做 香港的旅游周 以前香港不是有香港周 香港节目的时候 搞旅游周 那旅游周的话 就希望旅游协会 现在改名叫旅游发展局 那旅游协会 这个旅游议会 香港政府 贸易发展局 之类 之类 和酒店界航空公司 一起来帮忙搞这个旅游周 例如 那个星期 整个星期 是有事在香港发生的 譬如游客来香港的话 星期一全香港的 包括屋邨里面的 例如皮具 买手袋 皮鞋等等 屋邨里面的百货公司 旅游客区 手店里面的商场 所有的 都能碰到皮具 全部大減价 旅游七折好 八折好 不要紧 如果再谈 例如星期二的 中标珠寶 星期三的 例如是化妆品 护肤品 星期四的 可能是电器 星期五的 某些东西 当年 香港的中华巴士 刚刚的专业权 就没有了 接手就是新巴 新巴 就未曾开始运行 我想起这个 被新巴 跟他谈 如果由政府出面 应该很容易谈 新巴 譬如他 当他是一个热身 运行 全香港在旅游点 在酒店多的地方 做一个免费穿梭巴士 在那个星期来香港的游客 游旅游协会 发出一本 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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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当是一本 帖帖 给他们 来到香港这个星期 很多好处 购买有折扣 去酒楼 例如送甜品 或者是八折 很多东西 而酒店特别便宜 航空公司 那星期是淡贵 又便宜 例如平时来香港 玩几天的 可能花五千元 但这个星期来香港 只是花三千元 为什么 酒店便宜 航空公司便宜 又有这么多好处 坐清清小轮 山顶纜车 电车 全部 总之有这个折扣全部免费 这样的偶购 应该挺有 吸引力 但是航空公司有什么合作呢 例如 举例 我希望日本客来香港 就是那个叫做 郭泰 我们一定找个 航空公司 郭泰 和日航 日本航空公司 合作 做日本市场 韩国的就是郭泰 和大航 航空 台湾市场 就是郭泰 和中华 新加坡 和星航 等等 或者马来西亚和马航 等等 合作 合作的话 当然香港的酒店 不要因为这个星期 突然间客人多了 你酒店都要 给予特殊价值 因为是淡贵的 否则 哪一方面不合作 都要计划不成功 另外 我们只是赚外国游客来香港赚钱 也不合作 我们应该是这样 那个星期 回来 我们也和香港的 譬如星辰、康泰、永安 这些行事 合作 我们也是搞香港人出外 出外的话 和哪个国家的行事 合作的话 当然我们也是在香港 去到那个目的地 这些旅行逃往 然后呢 搞个 譬如说兼密也好 譬如在某个地方 譬如这个洪馆 搞个誓司大会 譬如日本市场 日本航空国泰 跟着加上什么呢 加上那个 领队 叫做团长 但领队要有回不上名 譬如日本来说 我当时也计划 当时成龙在日本 也计划很红 譬如日本马剧 又成龙负责 譬如韩国 张国荣很红 张国荣很红 譬如在台湾 刘德华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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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的 可能是梅艷芳很红 诸如此类 是每个国家 找一个 亲善大使兼领队 负责 譬如在洪馆搞个 誓司大会 受其仪式 旅行社 旅行公司的代表 酒店的代表 或者是旅行社 譬如康泰 不是只是康泰做的 很多间 全部出来做的 议色 挺可人的 而当日 譬如星期一至星期 星期三 由早到晚 就在维园做一个巨星会 有这样的意识 整个计划想完之后 我当时就找了TIC主席 袁家齐 袁家齐先生 他就说这个计划很棒 接着他就立刻就说 这个计划一定要找到楊孝华 立法局的功能组别 旅游界的楊孝华 跟着去做 那我们就跟着 约束了 袁家齐 楊孝华 曾志偉 我去旅游协会 开会 开会的时候 气氛很好 就说 姜先生 如果旅游界 个个好像你有这样的心 我们旅游协会 事半功倍 旅游界都不用担心 就说这个计划好 我准备要认真地开会 开会就结束了 结束了 结束了两三星期 有一天我跟曾志偉打球 小姜 那件事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消息 为什么没有消息 我说 不知为什么 我都没有人过 我只管问一下 接着打完球之后 翌日回合后 打马尔协会问 计划回答复 姜先生 你的计划很好 不过牵涉实在太大 财力物力的资源是非常之大 所以我们都是无能为力 那没有人为力 我计划出了 谁知道没有过了一段时间 应该是过了四个月 五个月左右 就发生了维港巨星会 原来就是拿了我整个计划 整个套餐里面 只是搞一个 叫做 演出的部分 我有一点都不知道 我也自身是外 因为没有人通知过 那当日来说 我打电话给袁家齊 你不是吧 一张票都不给我 然后他就想办法 当日来的 就找了一张工作证给我 那我去现场 难道我看演唱会吗 我都没有心想看 我只会去看看 究竟搞成如何 那去到现场 其实他们改了在天马南 就不在维园 因为规模小很多 那天马南我见到 很可惜 全部都是香港来的 大陆的自由行旅行团 全部都是给大陆的 甚至没有很多屋苑 例如民建联 工联会 那些所谓地区 这就变成拉票那些 是 是 全场我看了一半 我走 为什麽呢 全场没有一部分是给游客 原来那些大陆客来香港 他都不知道有这样的节目 突然间 送给你 送给你 有哪个演唱会 看不看 今晚有这样的 那些当然去 跟着那些全部 地区组织 全部是民建联 工联会 找街坊来看 所以我看到这个 我摇这个头 不是 阿姜哥你就全那个 从旅游角度看 我看到就是 另一个政治角度 就是 其实你很多这些 官方的资源 公众的资源 是被这些人垄断了 去做他们自己要做 绝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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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他们的 其实现在搞五折 旅游这方面 没想到其他 香港很多其他 譬如你搞那个 龙丝折 那些龙丝折 或者很多些 还有麦旗 全部都是为他们的 建制派 全部都是为他建制派 来到 为帮他们来到 拉票 拉票 贴金等等 真的很可惜 那你自己 缓往回 你觉得 被人过了一栋 没有 我不怕说 我又不是说很伟大的 我觉得是失望的 失望 我完全没有说 憎恨这个 憎恨 是一个 说漏了 我就找袁家齐聊天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 搞错 不开心 当然有些 聊天 他说这个 说回来 杨孝华衰 杨孝华是太古的 他代表太古去立法国出席 国泰 怎样呢 你要跟国家的旅游局谈 譬如我再说 你跟日本谈的 你是不是国泰加日航 原来他们想说 国泰都准断了 所有地方 各国泰做 那别人的航空公司 哪个送你 是不是 这个是一个 当然 他们有没有做 我不知道 原来一起跟我说 我觉得这是拜恩之日 你不能够自己 你自己一个 你要跟人家合作 那就是一个人自己做的 这个也是功能组别的问题 刚才你说得很好 很多人都这么想 代表整个界别 你不就在那间公司 但你算出来 第一件事 看他就不是 第一件事 不一定看全家的利益 第二件事 也不是看他功能组别的利益 而是看他那间公司的利益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有私心 当然是很难说的 你凡是做这些所谓的公家 一定有私心 如果不是 所以跟你做 我不是说 台长 我在旅游界 我是旅游议会的理事 曾经 我是理事 拳击界 我曾经是香港 澳门 港澳之后搏击总会的主席 我做公家事 我真的没有私心 全部出钱出力 不得到什么结果 我们在这里不是说 大家潑大家冷水 大家如果有 不怕说 我台长 姜哥更黑 有些公益的事都不怕做 台长 你说的结果 跟我很熟悉的人才有膽 一般背后说 就是狠狠 很熟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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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在台长说话 其实我被人说狠狠 狠狠 都玩了很多 出钱出力 但是这些东西 我觉得 等一下 是不是有第二节 有 第二节就是说狠狠 说公家事 就是说拳赛 那样真是狠狠 公家事 就是说拳赛 但是这个 未见到前 我想问一件事 姜哥你很喜欢打 golf 有人比我更高 还缺了套手套 也不太贵 大家不用想想 其他事情 但是 我有点抗 因為我始終覺得打球不像我們這類人 你是什麼因緣際回到打球? 首先你說套工具不太貴 其實封劍隨意 我的套棍嚇死你來 不是我買的 我在澳門賭廳的廳主送給我 因為我曾經有東西幫過他 我是他舊老闆兼恩陣 有一次早幾人回來香港送套棍給我 哇這麼漂亮的 接著我就沒理由問人多少錢 然後慢慢經過店舖見到 當然是看看自己的套棍 原來套棍22萬人民幣 轉手買了可以嗎? 又不捨得買 高爾夫球是這樣的 我23年 為什麼我這麼清楚呢 我是一個球隊 很有名的 我今天穿衣服 我是球隊3 我是Uniform 我的球隊應該是香港第一大球隊 我們會長曾志偉 曾志偉跟我私底下很友善 因為我球隊今年是23周年 所以我記得23年 有一晚我在Disco喝酒 灣仔馬哈頓 當時我每晚包裝牆桌 每晚都在這裡 最好位置的那張桌 一晚碰到曾志偉 我問世偉 我問世偉 還喝那麼多酒嗎? 他問我朋友多 每晚都是這樣 不如不要喝那麼多 做運動 打歌符 打歌符 打歌符? 老人家運動 你怎麼打 老人家? 即是我們這星期有長波 你敢不敢去? 一說敢不敢去? 死完了 我問我為什麼不敢 你跟我打 你有滾嗎? 我有 我做生意有人送 那套限量版 日本仔送的那套滾很漂亮 送了一套限量版 不過我在公司做裝飾品 如果你有 這星期在哪個集合 我們一起去深圳打 我練習場也沒去過 我心想我小時候踢足球 後來玩健身 打泰拳等等 我心想有什麼難 那天他打球真是慘 真是 真是沒有辦法 跟人同隊 醜鬼不得了 那球在那裡 打來打來打去打空氣 打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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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麼坐低一點 就打草 那球打極都在那裡 如果你說有洞 就鑽下去 或者馬上拉袋走 不好意思 阻礙別人三個人 那一場球就打得很… 其實他沒理由叫你 要袁衫不懂得出去打 他不知道我真的 他以為你懂得少 他以為我懂得少 做日本人生意過 我都懂得 那一場球之後 就覺得很噁心 那就是真的開始去練習場 練一下球 起碼 我沒跟教練 練一下球 起碼打得多一點 還有 一般年輕人 告訴你 不要隨便打球 如果你做人的態度 認真的 不要隨便打球 因為你會上癮的 廢森忘餐 但是我所見 因為我認識很多打球 朋友 是不是在打球這個運動裡 你可以結識到很多這些 比較有精英的人呢 我見美國總統過去都會打 不知道 台灣 很多 我打球 我打球 為什麼呢 打球是一件事 真是陶爺性情 我以前脾氣很暴躁 但是當你打球之後 在球場上不到你暴躁 或者你那個狀態不好 某個動作打得很差 你繼續吻下去 只有繼續拆下去 不會改善 只有繼續拆 所以一定要控制到自己的情緒 那個脾氣 這是的確的 還有 我在23年前 我打球之前 和我一齊的生活圈子 不怕說 生意人 娛樂圈的人 就是影視圈 甚至我是江湖人 很多 就上流社會的小貓三四隻 但是我打球之後 我真的眼界大開 我認識了很多上流社會 甚至沒有所謂千億富豪 為什麼在球場上 大家一起打球 我們就是球隊 你那麼高我那麼大 所以就不同的圈子 不同的層次的人 是很多 我想理解 比如說這些富豪 為什麼他們打球 其實富豪告訴你 我認識很多人 他的公司大得不得了 公司的員工說是萬萬聲的 他們生活 每個人在身邊拆他也是 他們沒有一個真面目被人看到 去到球場那裡 打球之前在咖啡店 玩一下 以前叫做 曹大底 現在叫做 鬥地主 看到他的真面目 他們有些覺得 跟他一起玩 你那麼高那麼大 他們做到自己的出來 平時 好像我有時有些什麼宴會 見到他 在公司有些 例如幾周年 很大 講到有錢人 我們去公司周年紀念 去 那些派對 每個人都說是鐵絲圖 每個前老闆 跟他講話都會公公敬敬 做不到自己 打球來說 真的可以釋放自己 所以你就會見到那些人 真性情 沒錯 沒錯 但如果打球來說 作為一個擴闊自己 即是比較功利 他擴闊自己的生活圈子 眼界 這個 是否比較好一點的運動 我覺得是 對 當然不會 我告訴你 我自己的朋友 我自己的朋友 譬如經濟環境較好一點 我都會勸他們 你的子女 一定要叫他們打球 等於很簡單 為何入名是名校 名校是否成績一定好 其實大家都知道的 家長 不需要成績很好 就是你認識什麼同學 好像我早幾年 有個路由記 他說他兒子大過 他千方百計 要扔他兒子上清華大學 為什麼 你不是搞他去哈佛 劍橋 他說這個時代不同 去那裏才會認識官二代 就是這個意思 入名校 成績固然好一點 學習的氣氛不同 但最重要是認識什麼同學 打高爾夫球也是 你認識什麼人 因為香港打高爾夫球的 國際水平 一點都不高 你只能打到較好一點 如果在國際上 你不需要打到Tiger Wars 你打到稍為好一點水平 你願意努力的話 你就會飆出來 一飆出來 我告訴你 你出來社會做事 當你大學畢業的話 在很多個階層 是無往而不利 因為很多大公司的老闆 都喜歡打破 我認識一個教練 已經超過零 接近七章 他做了呂志和的近身 呂志和大家知道 銀河很厲害 他竟然在他的集團 開了一個部門 但整個公司這個部門 只有一個人 就是這個教練 只是陪他全世界 環遊世界 環遊世界 打球 不用教練 就不用教球 只是陪他打球 只是陪他打球 只是環遊世界 但是行不行 當然好 OK 好 姜哥說的 都是相當之既精彩 又實用 因為你想怎樣上位 就不是做一些旁門左道的事情 但是最主要做一些 能夠自己擴闊自己的眼界 和社交網絡 不是說Facebook 更多一些朋友 而是面對面 Facebook 更多朋友 Facebook 更多朋友 不怕說得對 是沒有用的 雖然我天天都花很多時間 我都沒辦法責任 你花些時間 Facebook 時間 但花在其他地方 你成就大很多 但是沒有人花些經驗 或者認識了那麼多朋友 下一節回來 就說一件事 我最有興趣的 就是拳賽 你們都練拳 OK 最後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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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